最近英女王逝世,不同的传媒都有不同的字眼, 有些用駕崩,有些用逝世,都是她自己各自选择。 这裡出现的情况,大家看看香港很多人排队, 去英国驻港总领事馆调宴致哀, 排三个小时,或者不知有长有短, 这个现象有很多新闻界访问, 有些人表达很怀念, 跟着怀念原因怎样, 觉得她很亲民,没有架子, 也愿意贴近民众, 也不会影响政府工作,很多种不同的, 暂时未有民意调查, 在这个未有调查,究竟什麽原因是怎麽, 我只想说这类这样的表现, 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很简单很朴素的个人感觉表达, 够了,无需要在这一个来讲, 又说,啊, 复射或者它类这些这样的现象, 复射了什麽的现象呢?等等, 有些人说,哇,你这麽亂直, 又有些人这样引伸,我觉得不需要了, 如果你是这样的时候, 就只会将一些民意调查, 将一些政治或者民生的现象, 无限扩大扭曲, 去到一个有些人觉得的政治需要, 如果是这样来讲, 即是按政治需要来演绎一些现象, 这只会令到社会更加不健康, 所以我经常讲到这些的时候, 如果你是这样, 你将这个悼念英女王的解读为暖直, 有些人就问, 建制都很多去调研, 那些是否暖直? 即是自己的解读不要打困难, 现在还说这个暖直, 因为还有其他类似新闻, 我免得说那麽多,最近有些新闻出来, 我说如果是这样解读为暖直, 留在香港那些是否不暖直? 这个很值得肯定, 所以去到这时就结合今天国民意团队所讲的情况, 希望能够继续落实以前文汇报社长李子冬先生所讲的四句说话, 有喜报喜,有幽不忧,有善必扬,有恶不忍,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有些人有善就必扬,有恶就必忍等等, 现在这些既然你都说, 要官方所讲的由乱到自由至极兴, 你是不是要在很多政治法律施政那方面, 你要调节到一个合理的中间位置呢? 这些来讲就是我今日想分享的, 所以简简单单单,将时间交给主持。 夫子刚才对于现在港人悼念英女王的现象, 其实都有不少一些受访者的回应, 就会觉得就是说,都会怀念以前的法治啊, 就是那个社会状况那样, 其实这个未必一定是缅值, 但是其实就是说, 都是一个对于以前的一些法治啊, 或者是一些所谓的, 好的 old days上的一些缅怀, 或者怎样去看其实这些民意呢? 其实这一个就是我刚才想带出的问题, 眼前我们看到的现象, 等于刚才所提出的, 还要深入去找个原因, 那现象出来了, 即时大家会看到最单独的表面反应, 就是对比, 以前刚才我说, 英女王来到香港很亲民等等, 又可以很贴身, 又很怀念当时最单独都是给香港一些, 就是臨美的时候给香港一些民主, 其实从这个现象可以解决辐射到今时今日, 如果用文艺些的说法, 这个就是怀念以前, 伤心今日, 如果你有文艺些的方法, 所以这个最低限度是摆了出来有现象反应的, 但是是不是所有这些现象呢?就是这样, 正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我想深入研究的时候, 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解读, 例如说英女王和英国政府有两回事, 英女王或者所谓皇室, 他们的特点就是他没有实权, 但是他是刻如其分地, 这样履行他的职权和职责, 他一定在他的职权范围内实行他的职责, 他即使是国际,英联邦,他有头, 但他都不会影响其他国家, 这个皇室在英国本土也不会影响英国政府, 不管你是哪个党,这个来讲正因为这样, 其实伊莉莎白而世他是非常聪明, 他是明知道要适当放, 然后才可以抓紧, 这是一个政治手段或者一个哲学问题, 你可以从不从角度去看, 他就知道怎样才能维持到自己的权力呢? 就是不需要强调权力, 不需要强调我有什么权力, 你才要拥有权力, 你反过来, 你又不需要讲你自己有什么东西的奉献, 然后你才有更大的影响力, 看伊莉莎白而世, 他最低限度很多年前已经宣布, 他跟威尔斯亲王都有个纳税, 你摆出来, 有时他以前健康身体做什么时, 他来不中在商店微服出秦, 去餐厅吃东西等等, 你可以说他做戏, 但问题说明了两点, 他做过风险评估一定有人跟他做的, 即是他的安全系数很高, 危险度很低, 为何可以做到这样呢? 第二个, 如果有安全系数有问题, 他都愿意尝试, 愿意贴得很近, 否则只能在电视机里见到领导人等等, 你说这些是否民间辐射出来, 但又辐射到眼前的现象, 眼前某一个人又不是, 所以去看这些问题来说, 我经常说, 既然是一个现象引发了那麽多个想法, 好好地找出真正的原因, 即使现在中国, 中国都不否定英国皇室, 你看习近平还有国家主席的名义, 还有个人名义,两个, 中国是骂英国政府的, 不会骂皇室的, 当然这个是政治上为今我所用, 这个不可以做得太多了, 只不过回应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对于一些现象出来, 好好地坐下去分析一下哪些现象, 哪些现象是值得可取的, 怎样轻利除非, 即是从伊丽莎玛与世裡面好好看到一些, 原来是可以很放手很宽松, 是不会影响到你的自权和你的威信的, 反而是拿到长远的最大的效果, 你看看英女皇那麽做, 它最大的利益就是巩固了英国 在国际上的地位, 即是最单独英联邦, 这些来说大家计算准确, 它要达到什麽刻如其分的效果, 它便达到,甚至上超标, 所以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 就不要那麽狹藉地看成很多人去怀念它, 这个戀籍等等,连很多很滋味的行动, 即是如果是朝这麽刻矮的方向上的话, 你将来穿着世界杯, 你将来穿着外国那些球衣, 人家又说你穿着英国球衣, 这类的方向我不是说一定会出现, 但一定要警惕, 若不是无限扩大,尤其现在大气氛, 是很容易将一些无限扩大到某些政治需要, 这千万不要